介绍出大家来关心 今前后面的消息 今天是警察局长营派出所接下报案 在台湾银行来 有一个富林郎想要拿领新代表150万的现金 今前外义数有比诈骗的金顺 今后警方告定了解 富林郎受到诈骗出发的电位 要拿领金项的存款 今后警方一再放途之下 才发改富林郎受骗的危机 报到150万买买的存款 刚以七点研派出所表现 受报案在台湾银行来 有一个富林郎想要拿领新代表150万的现金 今前有意义数有比诈骗的金顺 今后告定关心查寻 富林要够一度听信 照片电位所交代 记载今后顺问 经过顺座第一次本一再收藏 并说明是不是因为照片电位 里面说到身份真正比不余用 要他票便到出发 这要富林到银行中 全部尊款拿领出来交由不管 这是富林这专家 今后所告定的够减着官 照片出发同样 就由我接手 我跟这位富人讲 你是不是对方跟你讲 你的政见被冒用 这位富人才开始点头 才打开心结 跟警员交谈 后来得知 这位富人已经被诈骗集团锁定 诈骗集团要他到银行解除账户 后来我们顺利拦阻 这个富人被诈骗集团诈骗 警方表示 好够在银行人员基金 通报警方各地富人照片出发 成功拿出照片事件的发行 富人也真幸运的保住了150万 要买家的宽航 保住了医生所欠的钱 警方向右 照片电位要是存在 出发都是要骗你贴款 也才是专小 民众在这些照片电位 千万不同香港 应该赞进属性的关于 也才是拨一丢五翻诈骗电位资讯 票便民众被骗李孙逝主心的财产 新疑新闻、粗笔董、葛姨七、蔡宏